大家好 近期国内很多关于青少年离席失踪的案件 突然间增多了 很多11岁到17岁左右的孩子无缘无故失踪 不论是南海、遍布全国、大小城市 很多孩子至今都无法找到 实在令人揪心 可是这些真的只是巧合吗? 11月12日 武汉14岁的小孩子刘奥成 出门扔垃圾后失踪 到现在已经6天了无阴性 家人通过查看公共监控发现 刘奥成晚上9点左右 去武府正街篮球场 小到后就失踪了 孩子爸爸说 我的孩子只是楼下扔个垃圾 没想到一直没有回家 据了解刘奥成性格比较耐现 走丢之前无任何异常 现在所有人都放下工作去寻找小孩子 希望孩子平安 那么除此之外 11月14日 江西上老千山县自圆中学 高医学生胡新鱼在学校离席失踪一个月 至今为找到踪迹 按键更加离谱 监控显示 10月14日下午5时49分 胡新鱼最后出现在宿舍楼的门口 宿舍到教室之间 大概不到100米左右的距离 但是有一段十几米的路没有监控 整个学校周围都有围墙 胡新鱼失踪后 学校、警方还有民间救援队都参与了寻找 他们通过各种技术的寻找 采用无人机、乐成像、人员排查 山地全荒尾搜索 发粪池、下水道 学校、教学楼、天台上的涂水池 全部都找了一遍 一点踪迹都没有 胡新鱼到底去哪儿呢? 一个活生生的人呢? 就这样的贫困消失了 那么11月15日 四川南冲一名17岁的高二男孩子 躺好走出小区后失踪 小区监控闲市 往嘉陵江方向离开 至今为归 唐豪与姑姑居住在南冲 其父母在广东勿工 失踪前一天 晚上呢 还跟自己的父母通过电话 和父母通过电话呢 还在吃东西 说挺好吃的 也没有任何的异常行为 除以上 三起新少年失踪外 10月23日 广东攀鱼17岁的女孩失踪 11月2日 山西闲言17岁男孩失踪 11月4日 吉林省 这个18岁高三女孩失踪 11月13日 河南南冲 14岁男孩子失踪等等 这一起起遍布全隔各地 孤立的青少年失踪案 都有一个共同点 失踪对象 全部都是青少年 截至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件结案 也没有官方发布的调查结果通告 所以也不好 胡乱下结论 但是这些 不是巧合的巧合 引起众多网友的猜疑 虽然目前失踪原因都还不明 失踪很多孩子看上去 阳光帅气 富有朝气 大部分都是可以排除 抑郁压力大等因素 的离家出走 或者自我伤害 不管是大数据的叠合巧合 还是真的有问题 一定要通知 亲朋好友 提高警惕 真心希望 孩子平安无事 好了 关注我 咱们下一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